由於東灣Antioc的動物修容所爆滿 7月份將會豁免領養費 朱維琪報導 Antioc動物修容所只能夠容納32隻狗和54隻貓 但目前修容所裏面有187隻動物 當中大約有50隻貓狗可以領養 今個月內會豁免領養費 修容所說如果繼續爆滿 會導致動物遭到人道毀滅 Antioc動物修容所的負責人說 棄養的原因有可能是經濟困難 又有可能是COVID疫情期間出現的修養熱潮所致 因為當時主人可以在家裡照顧他們 為了減輕寵物主人的經濟負擔 以免有多人棄養 修容所在星期六的上午8點至下午1點 將會在Antioc警察局前舉辦活動 免費派發寵物糧食 又會提供免費疫苗接種和微型晶片 先到先得 地址是300L街 伊斯坡海基就在最為期報道